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他早就已经认识了沈平 另外一边 还被蜘蛛丝缠着的杉志在奋里逃跑 但紧急着他就被以古代种狼猪黑玛利亚为首的一群女妖怪拦住了去路 杉志坐在地上一边红着脸 一边往后退 从他嘴里似乎说出了天国二字 另外一边大家看着 掉落的龙雕像说出 他的那位朋友也就是艾斯 曾在数年前要杀了父亲凯多的话语 艾斯的剪影也出现在了旁边 看样子在接下来不远的对象之中 我们很快就能看到 还会加入白胡子时期的艾斯 在合图片的一系列更进一步的回忆剧情 而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也就是 艾斯在合图国还有被崭新的冒险 一定就不是简单的回忆 而是一定是由鲁飞留下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这甚至就会和鲁飞作众的冒险有所关联 总而言之 在漫画几百九十八画之中 归岛大战双方队友的情况已经基本确立 而在可能会短暂出现的合图国艾斯片中 艾斯又会有鲁飞留下什么东西 我们就继续期待接下来的精彩的好剧情 好了 本期情报就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我们下期再见